兩位立委 會同苗栗縣府和環保署等相關部會 來到昆雲野埋廠會刊 自建會代表向苗栗縣府質疑 恢復市運轉的審議有疏失 環保局代表卻一問三不知 設置取可之後 事實上二十年來始終沒有辦法 取得處理許可運轉許可的情況之下 到底這個設置許可還能不能夠存在 這邊離水源地區非常的近 鄉親們其實都很在乎他們的土地 是否有被污染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應該要一併來做一個考量 自建會代表更提到昆雲公司 將通往失業廢棄物場址 連外道路封閉私用 外頭還有辦公場域實際使用的現況 與當初提出申請第1.97公頃落差很大 而苗栗縣政府卻還把這條道路 認定為既有向道 不必納入申請範圍讓人難以接受 他們現在擔憂的是我們行政訴訟官 是萬贏的以後他們這場就死了 所以他們才會號召那麼多的黑衣人 和流氓來打相親 一塊如果納進去的話 我們也沒有超過兩公頃 也是1.9多 80歲老夫人坐在輪椅上不斷唆棄 她是昆雲公司業者的媽媽 業者一再強調自己被攻擊受傷 讓媽媽擔心不已 強調自己一切合法 發現說她這個有做出 應該是有規避環評 而根據環保局確認昆雲91年申請開發面積1.97公頃 日處理量190噸 適用於救法不需還評 未來查出有超限使用就不能使用 自救會也提行政訴訟監察院進行調查 三星文操縣盤裡我苗栗報導